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大家好 我是慶怡 我們今天帶大家前進這個四世難料的世界 首先來看這個台股 真的是四世難料 上個禮拜大家覺得非常的恐慌 沒想到就在今天 我們看到這個台階電回程 那包括了面板跟航運股 一起拉台之下 我們台股再次這個收復了半年線 回到了一萬七的關卡 這個時候反攻的號角已經吹 進這個響起 底部已經確認了嗎 另一方面來看這個打疫苗 大家覺得很歡喜 再來打這個新的高端疫苗 但沒有想到接連傳出了四起猝死的案例 那麼這個作家呢 這個還有人竟然還對他留言 講了一些不敬的話 這時候真的要說 間諜信息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我們待會一一來分析 還要告訴你好消息 這個BNT要走綠色通道來了 這可以加快多快的速度呢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財新專家黃世聰 歡迎世聰哥 大家好 敏寬歡迎 大家好 好 另外這邊是我們的 敏慎醫院的院長劉依蓮 歡迎劉院長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東豪哥歡迎 大家好 財公分析師永年哥歡迎 今天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首先就來看 這個四四難料 第一個要看到的是台股 永年哥一起來看 台股今天開高走高 指數就這樣一路往向上 本來擔心這個台積電 護國神山好像有點沒拉到 今天出現這樣的醜事 台積電大漲 我想問一下這個永年哥 穩了嗎 志祺尼子很憂心忡忡 今天漲勢 零力 底部確立 還沒 還沒 還沒有 為什麼說還沒有呢 那我們在這邊看 這三天為什麼能夠漲上來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跌得夠深 第二個其實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台積電人 你看看這三天他漲得多兇 他就一個人呢 就把這個整個大盤都拉上來 永遠不要小看我的護國神山 是不是對不對 每一次下殺就是個媒體 沒有錯 是不是 他每次呢 大家因為為什麼會這麼 大家最近都看衰他 因為他盤了八個月了嘛 盤了將近八個月的時間 大家就想說 這個護國神山大概消失去了 大概沒有了對不對 人家三就是這麼大 還在那邊的 不過現在我們要注意的一個重點在哪裡 因為全世界現在都在等 等誰呢 等鮑爾的一句話 他到底要不要縮減這個QE 要不要這個 這個九月二十三會有結論 應該是這樣子講 他在這個 因為Jackson Hope 他們的這一個會議 是在禮拜四開始開 所以在禮拜五的臺灣股市收盤之後 那他應該會出來發表一個宣言 那大家都來等就是說 因為每年一度的這個全球的 這個央行理事總裁的會議 他們都這個美國的這個聯總會理事主席 他都會在會後都會來發表一個 政策的宣示 那麼全世界都會跟著他走 所以大家在等 先看他說什麼 對 那今天有個特點 今天成交量是縮小的 大家看到昨天 對 昨天的量是大的 然後收個小黑十字線 大家可能就覺得有一點擔心了 可是今天量說 他收個長紅 表示什麼 表示他是籌碼穩定 不是量價背離 是籌碼穩定 所以這一方面其實是好的 然後再看收復了半年線 接下來下一關 我們說三關要過 對 第一關已經過了 那麼第二關就是月線了 那在月線 尤其是在季線還沒站上之前 我們不敢講說 他的底部已經出現了 這個就是他已經穩了 這個不敢講 因為季線就是我們所謂的 中期的生命線 所以一定要站上季線 才至少就是說這個盤勢比較穩定一點 OK 所以這個下一步 這個月線應該很快 月線 這禮拜說不定就收復了 其實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怎麼樣 是擔心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的亞洲股市 其實走的都不怎麼樣 那也就是說短線上 就今天明天 這個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還有明天我們臺灣股市後天 那可能會稍微震盪一下 要等這個鮑爾講話 OK 還沒有那麼的確認 對 還沒有這麼確認 所以目前還是處於再觀察 對 沒有錯 我們已經觀察了三天了 那現在因為大家這個 比較保守型人 要等底部確認再進場 覺得比較安全 是 這個中間 你要強反彈 重樂透 我們這個看個人命運的安排 那底部確認 今天才公要教大家一招 怎麼樣可以確認底部出現了 OK OK了 那其實我們從這個技術指標 從量價關係 從移動均線來看 都可以告訴我們 現在我們的股市的位置 是在哪裡 我們從最底下的 這個是RSI 這是一個技術指標RSI RSI其實大部分就是說 跌破二十就是超賣了 對不對 漲過八十就是超買 那跌破二十其實這個RSI 它不是只有這麼簡單的看法而已 大家可以看 它在這裡的時候 做出來一個類似W底的形態 所以你可以看 它在這邊已經做出一個W底的形態 那這邊指數 這個時候指數創新低 可是它RSI已經沒有創新低了 這個叫做背離 這叫技術指標的背離 那什麼叫牛市背離呢 就是呢 它準備開始要走一個多頭行情 所以你又看這一個W底加上這一個 這個牛市背離出現以後 就連漲了三天 這個是一個 那當然這是因為是日線的 還不能完全做準 如果連周線都出現這種走勢 月線出現這種走勢 那就沒有錯了 這個盤勢就穩了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周線還不錯 月線還沒有完成 那另外呢就是成交量 剛才我講了 因為我這張圖是在盤中的時候做出來的 那剛才講過成交量呢 它今天是比昨天來的小 那大家可能講說 這個量這麼小 然後還拉出個長紅 那是不是呢量價背離 不是喔 這算嗎 不算 不算 因為昨天是收個小黑十字線 然後上影線比較長 那量又放出來 大家會比較擔心 是不是有人在偷到貨 偷出貨對不對 可是今天用比較小的量 把這根上影線完全吃掉了 那反而表示什麼 昨天的這個大量 不是這個到貨量 不是出貨量 反而是要換手量 這樣子聽了好多了 是換手不是出貨 對不對 心情愉快多 對不對 一步一步慢慢確認 對對對 然後我們再講一些 比較愉快一點的事情 這個是量價的關係 量有的時候要大 跌的時候 有的時候跌的時候 大家說跌的時候要量縮比較好 可是有的時候跌的時候要量大 他才會有出現止跌量 那有的時候上漲的時候 要量縮 才表示籌碼穩定 所以現在有符合 對 都有符合 然後我們再來看移動均線 移動均線的這一條線 藍色這條線是半年線 今天已經站上去了 這條紅色的線是月線 他剛好在這個中心點 那上面這條線叫做季線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半年線跟季線 在這邊出現一個通道 出現個類似一個通道 那麼他現在是要來挑戰月線 月線如果能夠站上月線的話 他就有機會在這裡面 做個區間震盪整理的走勢 一個月線差不多一萬七千 一百多點附近 對 一萬七千一百多點附近 然後整理之後下一步就挑戰 他只要如果能夠 像我們昨天講的 只要能夠站上季線的話 就要創新高了 就有機會囉 有機會囉 有機會再一次 那而且不過呢 能不能夠創新高 下一波的這個指標股 就領頭羊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前一波的領頭羊是誰 前後領頭羊是航運股 對不對 可是航運股 它畢竟站的指數不夠 所以呢 你下一波 如果真的要突破一八零三四 來挑戰兩萬點的話 要靠誰呢 台積電 之前呢 為什麼台積電會走得這麼弱 最主要就是第二季的時候 那個財報不好看嘛 對不對 讓大家蠻失望的 對第三季的這個預測 就不好看 那不好看呢 所以他就走下來了 而且我昨天也講了 有人這個有外資在賣 某個外資在那邊賣 那看起來已經賣差不多了 而且呢 他現在的 就是今天有個消息就出來了 他要漲價 是不是 十六奈米以下要漲價 OK 好 他其實漲價的意義在哪裡 在於說台積電 以前從來不漲價 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不漲價 這個 因為他們的老闆呢 非常的有商業道德 他就講說 我漲價 漲價了 那底下的這一系列的 這個電子業 通通掉漲價 對不對 通通掉漲價嘛 那通通漲價的話 那消費者是不是就買到貴的東西了 他不希望造成這種結果 可是呢 這一次為什麼要漲價 你不能不漲 缺得太兇啊 而且這樣子 他已經 如果我們台電有這個定價權 可以漲價 其實讓之前外資很擔心說 你這個毛利會下降 成本會上升 沒關係我們可以漲價 對 沒有錯啊 所以他現在就是漲價給你看嘛 對不對 當然他沒有承認啦 沒有承認 可是呢 市場上聽到這個消息 就開心了 而且我們可以看 其實呢 他過去這十個交易者 投信是買超了五千八百八十八張 其實最近有一個非常圖 這個明顯的例子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有個這個盤式 有個明顯的特徵 是什麼 外資在賣 投信一直在買 這表示什麼 這個表示呢 現在的盤式是由內資在掌控 這內資控盤 對 沒有錯 所以你只要看 內資一直在買的股票 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最近關注內資投信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台積電如果說 因為他漲價 所以使得他的股價 能夠一路上揚的話 那麼接下來 也會帶動一連串的 過國神山群 對 沒錯 就像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百月 這一樣的 玉山又長高了一點 然後其他百月都跟著長高 OK 好 那麼其中呢 我覺得比較可以注意的 是光照 二三三八二光照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這個基本面 都是不錯的 就很不錯 然後呢 重點是在於說 下半年台積電十二層 競原廠的產能要開出了 所以他的營收一定會增加 那麼過去五個教育 投信也買超了三千七百 四十八張 那麼他的重點 他重點是在說第二季的時候 他的他是虧錢的 第二季的時候 他他平常每一季都要賺一塊多 可是他今年第二季 他賠了零點一億元 大家一看 賠錢 這麼好的時候他賠錢 這股價就掉下來了 對不對 股價掉下來了 那股價掉下來呢 大家想說 他怎麼會賠錢呢 原來做股票 這個 這個業外虧損 他不是本業不好 是業外虧損 有人是漲算 業外收益 他是業外虧損 本業還是很好 而且會繼續更好 對 沒有錯 所以這是可以注意 另外一個就是萬潤 六一八七的 他做設備的 他是做這個封測的 那個設備 垂直整合的設備 OK 那他也是呢 這個供應給台積電的機器 那然後我們可以看 他這個技術面 這個基本面沒有問題 因為他已經連續七個月 像是北美半導體設備出貨量 已經連續七個月創新高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看一下 他的技術面來講 他可能還要再稍微盤整一段時間 那可是呢 只要台積電能夠漲上去的話 他的設備概念股 或是台積電概念股 他都有機會跟著後面 OK 好 我們之前大家期待 那時候在等著這個法說的時候 就是買這一股 等後來發現有點失望 但是沒關係 現在好像開始回神了 密切關心一下 沒錯 另一方面來看到 這個美國這個大家很關心的 這個基建計畫 昨天是兩百二十票 對兩百一十票通過預算案 對於一些汽車的產業 像是生二級體 這些上游的這一些的這個 零組件來講 那這些呢 就有機會被帶上來了 只要呢 他現在你就可以看 車廠 全世界的車廠 大部分都停工 或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上游的缺料 對不對 那可是呢 現在開始慢慢要開始回復供應的話 車用市場 電子市場就會開始蓬勃發展 所以我們覺得車用二級體 這一個產業 可以值得觀察注意的 第一個強茂 強茂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基本面沒有問題 七月份以來 投信買超三萬一千張 我剛剛講過了 現在看誰 看投信 不用看外資了 不用看外資了 然後他收購了反甲 跨入高階車用市場 那這個當然二級體的供不應求 運量漲價 這沒有問題 技術面上來講 也沒有很大的問題 再過來看一個 就之前漲好大一波 對 之前漲了很大一波 然後這一波呢 大盤跌下來 其實他沒有怎麼跌 然後呢 輕輕碰了一下季線 立刻就拉起來了 現在站在所有移動均線之上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德維 德維呢 這家公司呢 比較特殊什麼 他第一個 他七月份的營收 又創歷史新高了 過去五個交易 法人買超一千三百四十五張 他最重要的是 他的母公司是達爾集團 達爾集團 已經打入了一線車廠 所以他是經過了 透過他的母公司 打入了一線的車廠 那再加上馬來西亞疫情影響 帶動二級體的漲價 然後大家看技術面 股價漲成這樣 對 當然現行看起來很強 但是位階比較高 這時候適合嗎 對 他現在呢 尤其今天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今天量很大 然後流很長 上雨線收黑K 那表示怎麼樣 短線上 他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 大家不要去追高 那稍微的等他整理一下以後 這個價穩量縮了以後 然後再進來承接 可能會比較安全 OK 好 這個感覺氣氛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機會了 是 今天永遠科繼續看下去 我們今天這個已經歸零了 又看到這個臺北股市 也是回到了萬七 今天感覺日子還不錯 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臺地電發威之後 是不是電子股可以開始期待了 本來就是電子股的旺季 你會怎麼選 沒錯 事實上原本這個應該進入第三季 第四季應該是電子股表現 結果沒想到反而不好 我之前就講到 因為主要是因為這一陣子 東南亞跟中國疫情 讓人家有點擔心 會不會第四季旺季不旺 但是今天為什麼會大漲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積電 給了大家一個定心碗 他今天最新的公告裡面是說 他這個比較先進的製程 他大概調百分之十 那比較成熟的製程 他調百分之二十 所以因為他過去真的 剛才永年提到 他很少會漲價 他過去漲價的方式 都不是漲價 因為他都會給大客戶 一個現金 一個責讓價 他頂多把那個責讓價取消掉 這個就叫做漲價 但他這次是真的破天荒要漲價 所以他告訴你說 原本我們一直很擔心說 第四季會忘記不忘的狀況 台積電這樣一個信心證明 所以為什麼會算是 給大盤一個信心 那當然你說台積電這樣漲 那到底我們要留意什麼股票 我覺得台積電 你可能我們等一下再講台積電 在台積電漲價的過程 他今天有沒有講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講到一個重點 成熟製程 他要調漲兩成 那兩成裡面成熟製程 最多的當然就會受惠 所以我覺得 台積電這樣講之後 你反而第三季第四季 你要先留意什麼 聯電跟世界先進 這個聯電 聯電其實從去年一直連續漲 他現在到明年第一季也會漲 所以那其實你知道 為什麼台積電要漲價你知道嗎 因為聯電現在二八奈米 一片晶圓的報價是兩千八百塊 比台積電還要更高 你覺得這合理嗎 不合理 台積電說你怎麼坐 我的報價比你還低 不可能 所以他把它調漲 調漲的話他現在可能會突 來到兩千八到三千 也就是翻譯過聯電 那這個對聯電來講 你台積電去 我在漲 所以這就是變成 大家都缺嘛 對 就變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因為我剛才講到二十八奈米 他佔比非常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積電我們剛才如果看他的線型 他是回到年線之後 年線之後 他這個下檔是年線 回到年線之後彈上來 他現在其實上面還有一些套利 六百塊以上 我覺得要翻越過都有一點難度 可是你看聯電的線型都不一樣 聯電的這一波你看他回到這個 約莫斯季線的位置 他就彈起來了 彈起來你看他距離新高的位置 已經不遠了 那我預計他八月公佈營收 九月營收 十月營收 一路往上衝 那你看會不會往上衝 我覺得往上衝的可能性很高 再來就是我們從這個 他第二季的財報來講 他的毛利率是每一季 每一季就再往上攀 他去年的時候毛利率不到二成 他現在第二季的毛利率 已經來到31%了 他如果再繼續往上升的話 毛利率搞不好在 有人說搞不好在明年初的話 會突破四成 四成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數字 那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 他主要是說他這次漲的 二八奈米的比重 他的比重本來生產比重就比較少 所以他漲幅之下的話 他毛利提升的幅度不會那麼快 好 所以我覺得聯電是可以留意的 但是我覺得還有另外一檔更強 就是五三四七的世界先進 世界先進也是一樣 如果你去看他的陷阱 我們如果看K線來看的話 K線圖來說的話 你看他這一波幾乎沒有回檔 他回檔之後 你看馬上準備要創新高 他這一波的新高是一百五十六塊 他今天雖然留了上癮線 但是還收一百四十五 隨時都有可能會再創新高 那為什麼隨時都有可能再創新高 我講嘛 因為他其實也是focus 比較多的先進製程的部分 這個成熟製程 他一旦衝上去的時候也是會上去 那如果我們用財報來看的話 他過去的這個毛利率 大概是二十趴出頭左右 但是他因為持續調漲價格的關係 慶你知道嗎 他現在的第二季的毛利 已經來到四十趴 四十趴什麼意思 台積電五十趴 台積電我覺得他這個漲價之下 要過五十二趴都有點難度 但是他如果繼續 二十八奈米繼續漲價之下 他有可能在未來兩季 他的毛利會來到 逼近台積電的狀況 你看二線的逼近台積電 那當然股價就會有衝的這個可能性 再來如果我們用所謂的本益比來看 台積電是五點一八上一季 那這個世界先進是一點八 大概原本是三倍多 那如果你用三倍多去除的話 其實連四季先進的價格 顯然就會比台積電更低 同理聯電的價格 也會比台積電更低 所以在這個現階段 我會覺得說短線上 你可以留意世界先進跟聯電 我們回頭來看這個打疫苗 當然是保護自己 也是我們該進的社會責任 不過來看到發生了一連串的漢市 首先帶你來看 這個打高端的疫苗 從八二三開始 到今天累計是四個人死亡 那麼今天傳出 除了這個 昨天的五十六歲的作家之外 今天新增了兩例 一位是四十多歲 四十四歲的男性 那麼他是在這個今天工作的時候 失去了生命跡象 做了四次電擊 即送醫 還是這個不是死亡 那麼再多一例 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女性 那麼接種疫苗之後 他是出現大範圍的主動脈的玻璃 那麼事實上是在昨天過世的 現在新增的這兩例 累積是四例了 好 另外來看到是在 現在是不是有最新的病毒呢 學者說COVID-22 出現這個COVID-22 這個新的一個名詞 說比Delta更致命 有可能在二零二二年出現 真的會發生嗎 還有來看到是好消息 BNT獲得美國藥證 來臺灣可以走綠色通道 那麼這時間可以縮短到一百二十天 是一個福音 一個好消息 好 那我們今天真的是 自己為自己拍拍手 為臺灣加油 我們真的好棒棒 臺灣依舊是世界楷模 我們花了三個多月 在今天這個嘉玲成功 跟這一位五十六歲的作家 你們是三十多年的好朋友 三十年 三十年 我想先問一下 你今天也去上香 你目前了解的情況是什麼 其實其實心情很複雜 因為從我們都習慣叫他小路 我們還練同一個大學 哇 大學同學到現在 其實我們以前都一起鬼混嘛 然後從年輕經歷各種事情 那他打高端那天還一家三口 跟他兒子跟女兒 然後自己還很高興地打卡拍照 有 他非常挺高端 從他臉書看得出來 然後因為現在後來他的 他就很諷刺啦 他成為高端第一個 注射後的死亡通報 可是我馬上看到說 有一些人就開始用他的這樣子 不幸的事情開始攻擊 這個攻擊包括攻擊高端 包括攻擊民進黨 包括蔡英文總統 我可以理解說 因為一個死亡通報的事情 你會對這個高端的過程有質疑 可是我很不能諒解 用人家的不幸的事情 去獵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這就做人很不厚道 那他因為考慮到家屬的心情 我只能簡單講一下 因為那天晚上他 他有一些不適的狀況 不舒服 心臟 打完當天就有些狀況 他是到晚上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有一些不舒服 然後到晚上他覺得更明顯 那其實 其實那個時間點 他沒有選擇就醫 那他覺得說 休息一下就好 但是因為他想說 休息一下就好 所以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他選擇就醫 我不曉得 可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 可能有個轉機 那其實我在看高端這幾天 這件事情 我比較受不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打任何一種疫苗都有風險 我不客氣的講 哪怕BNT輝瑞 在美國拿到藥證 我相信他會進來台灣打 至少郭董9月18 應該要進來一百萬批 萬一 已經有美國CDC藥證的BNT 打了以後也有死亡通報 現在這些批評的邏輯 這些批評的人怎麼辦 我講這個東西說 你批評錯了就算了 我們今天歸零大家會很高興 可是我們不會一輩子歸零 不可能的 我們對這個病毒大家要謙虛一點 他會用我們想像不到的方式進來 剛剛已經說連COF22可能都會有 是 因為也許你遇到的不是Delta 也許遇到的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他會進來的方式有可能是一個 因為你出國掐公 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海岸線場有走失 他會用你不知道的方式進來 你今天如果不打疫苗 你觀點就是沒有保護 可是打疫苗有風險 會有風險 對 真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這位作家 你的好朋友 他打疫苗也是保護他自己 跟保護他的家人 所以一家三口一起去打 那是如此的挺高端 發生這個事情 目前沒有辦法證實他的死因 跟這個疫苗之間的完全之間的關係 病理報告還沒出來 對 病理報告沒有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用鍵盤 這個打得很快 其實打在個家屬的心中 我看了現在非常非常的痛 而且有些人很很惡毒 我不想 我不想在台灣內部用那些例子 我用一個例子 是對岸的 他直接用說 你知道用台蛙這兩個字 就已經是很很很 很讓人不舒服的 御用寫手 他其實 其實大陸的這些小粉紅 他是完全不了解這個人 小陸 然後用嗜毒太監 打完高端疫苗室 我跟妳講 這個實在惡劣自己 他 你做這種發洩 對於兩岸之間一點幫助都沒有 你今天 你今天 你今天成一石之快 你留下的是一個什麼 叫仇恨 小陸不是中華民國國籍 他是喬生 他是喬生 所以他在台灣拿的一直都是居留症 因為我跟他三十年的朋友 他在中國也有很多朋友 那因為他挺高端他就變成台蛙嘛 所以我對他批的人對他過去歷史完全不知道 講不客氣一點的 馬英九總統身邊的文膽是他的好朋友 從大學開始就一起的久友 不要因為一個人 因為在這件事情上是自治高端 你就要把他掛上一個什麼樣的記號 這做人太不厚道 因為你根本不了解這個人 就像我們會 一定會在談到其他死亡病例 我懂得講 就是說每一個人要對自己的健康狀況要搞清楚 因為在這段時間 我們在注射疫苗的過程中 或全世界很多人注射疫苗過程中 所產生這些死亡傳暴 有一部分 我們如果自己多小心一點 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因為考慮到家屬的心情 我們真的不要 我不願意再講太多 可是像對岸 甚至臺灣內部 很多人我覺得 這個時候拿他的過勢 然後去做政治攻擊 我看到那種見烈欣喜 這點非常難過 我們就來看 目前這個傳說不幸四位促死的案例 那當然這個英國關係 沒有辦法正視 他們目前的整個情況 大致是如此 這位馬來西亞籍的很愛臺灣的作家 那他是在二十三號接種疫苗 那其實他在隔一天凌晨 就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他當時沒有去看醫生 服用了止痛藥之後休息 那麼在早上九點兒子 在發現他在房間的時候 其實手腳已經冰冷 那麼到院前死亡 那麼另外這位是三十九歲 他是沒有慢性病的病史 那接種之後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情況 一樣是八二三這個接種 那麼在隔一天八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他是在這個浴室裡面昏倒 爸爸發現他的也是到院前死亡 那麼另外這是在八月二十四號接種的 這一位今天傳出來最新的基隆市的四十歲的太太 那麼是在接種之後 他下午就出現手腳麻痺的情況 還有主動脈玻璃的現象 那麼事實上是差不多是在晚上八點的時候 就宣告死亡 等於是早上打疫苗 那很不幸在晚上就發生死亡 那麼桃園這位是四十四歲的男子 是在八二三第一天接種疫苗 那麼是隔兩天工作的時候 突然昏倒失去生命跡象 那麼送醫之後還是宣告很遺憾搶救不治 那這位病人是送到桃園 我們劉院長的醫院 院長怎麼看 就在這短短的兩天之內發生了四起案例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所以這樣我們這個入信的作家 要這樣的挺我們的疫苗 我覺得是相當感動 謝謝他 所以當中是不是疫苗會造成 他的一些壓力的反應 目前都在做這樣一個預測 對 有人說疫苗會誘發某種 是 所以這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我們身體 因為疫苗太新了 不過我跟大家分享是說 其實無論以前是流感的疫苗 或者其他的 我們甚至有發現有三個疫苗 小朋友都有這樣很可憐的 不幸死亡的案例 所以在當中裡面 我們非常是呼籲說即使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去打疫苗 也要非常注意這幾天的身體的變化 一旦有身體的變化 我們儘速就醫 包括我們今天提到說 是有背痛 腹痛的這問題 都可能 可能是心臟的問題 其實我們疫苗 任何牌子疫苗 都有副作用 都有死亡案例 所以我們剛剛說 全世界都有 我們在打完疫苗之後 會觀察了十五到三十分鐘 用於在那邊 因為疫苗 最擔心是即時性的 會有休克問題 我們沒有碰過 打完疫苗 就馬上要躺在那邊休克 所以我們要趕快給他做急救跟氧氣 另外最擔心是幾天以後的 身體上有變化 BNT的疫苗 現在來臺灣有個好消息 可以走綠色通道 加快速度 這次BNT疫苗 可以說在美國FDA 創下了歷史的一個紀錄 五月申請藥證 八月藥證正式通過 那現在藥證通過了 現在很多的臺灣的代理商 剛開始摩拳擦掌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根據臺灣食藥署的規定 你既然通過了美國的藥證 臺灣根據三區的藥證 我們通常會拿美國 歐盟 日本 那當然一些太奇怪的國家 他們的藥證 我們可能也就沒有辦法接受 那現在有所謂的精簡審查 也有所謂的快速審查 重點 請各位說 重點必須要有代理商 或者是藥商來提出申請 第一類的審查180天 第二類的審查120天 可是在大家摩拳擦掌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再跟各位說明一件事情 現在疫苗的買啊 沒有再買一點點的 通常買的數量要大 然後再來呢 買的數量除了要大之外 還要有能量 因為這次的疫苗 他們做好 要在零下七十度 分裝零下二十度 那個後面一關一關 可以說一關比一關更難過 那現在這件事情 特別是BNT這一塊 BNT目前據說郭董之前 不是特別來一趟路 坐飛機到歐洲去催貨嗎 聽說這批貨有可能有機會 有可能會在八月底九月初 就會到了 那這個對我們臺灣可就即時雨了 加起來一千五百萬劑 對 目前這一千五百萬劑 因為現在少子化 對 那這波很重要喔 現在很多人一定會有點搞不清楚 奇怪了通過EUA跟通過藥證差別差在哪邊 我們先把美國的簡單跟各位說明一下 美國政府說他通過緊急許可是十二歲以上 他通通都能夠打 那目前通過藥證是十六歲以上 那很多人會說這差別差在哪邊呢 慶儀我跟你說這差別差在哪邊 我今天國家集體購買買回來之後 我分配給大家來打對不對 十二歲以上就可以打 但如果你今天你不是跟國家一起分配的 你改天你說我想一想到時候疫苗有多了 對不對 我要去醫院 我要去診所 我要自己舉手 我要自己買疫苗 這個時候就是十六歲以上可以打的 那這波目前來看的話 臺灣目前十二歲到十八歲的總人口 是一百四十八萬人喔 十類目前的疫苗公費人數是一千四百九十二萬人 所以在等的一千六百四十萬人 對 但重點是目前如果已到貨的七百零二萬 後面能夠到的陸陸續續加起來有兩千多萬 那應該夠了 還是不太夠 為什麼呢 因為疫苗要打兩劑 我來問一下這個院長 這樣一個最新的這個證明 似乎說以後疫苗受試者就可以大量的減少 不用像現在 因為現在這個之前大家對高端也比較擔心說 好像這個試驗者沒有人不夠多 沒有AZ莫德納這些這麼多 因為動手到幾萬人 那麼這個說法是說以後有可能會幾百人就OK了 疫苗可以加快上市 現在全球在缺疫苗 院長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說法 以前我們傳統的疫苗 研發到上市六到十年的一個時間 我們現在真的沒辦法等 這次比較特別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應該很多疫苗其實都半年 就趕快地做上市 那時候大家有講說 如果是那其他國家沒有去做好好的做 三期的實驗他怎麼辦 他在真實世界裡面 有那麼多的感染者可以做比較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樣的防疫大將 那個美國的防疫這個新聞對我們來講說 在高端上提供另外一個 另外很直接的一個佐證 只要說綜合抗體的部分 其實可以發現他其實就有效 他有就保護力了 對 綜合抗體真的準喔 對 很準 那個突破性染疫的人打了 就是要綜合抗體太低 這太低的話 其實是因為每個人對抗體的反應的程度 會有差異性 對 其實這個文章的另外一個背後的 是要告訴他 告訴美國人要打第三劑 所以從美國是從九月二十號開始 對 要打輝瑞的第三劑 所以他是在說服 因為美國人現在的疫苗雖然非常多 可是他施打率一直在卡在六成左右 所以他講說 重方是低了 效價低了 還是會感染到 所以第三劑打下去 效價高起來 就可以標有效 從這角度來看說 如果我們現在用綜合抗體來做這樣比較 不是以後在 真的在第三 第三期裡面做這樣的對照控制 幾萬人的話 我相信這是對我們以後的研究設計 裡面是相當好的一個消息 OK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說法 以後可能測試人口不用這麼的多 這樣會加速疫苗的增加 所以以後還會擔心 其他疫苗的變種化 第一個 這樣我們有綜合抗體 另外一個我們有新的一些疫苗 製造的技術的部分 我們相信我們還是可以好好的來面對 這樣的疫情 OK 好 世界現在越來越肯定 這個綜合抗體 這樣一個方法 那第三劑一定要打 目前看來這個趨勢 好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說 現在出現所謂COVID-19 我們都還沒打完 COVID-22 這幹嘛的 這個COVID-22 我回去就回去看文獻 其實他是一個瑞士的一個學者 接受德國媒體的訪問 後來他自己我再去追蹤其他學者 國際學者對他的看法 他開始給我開始保守說 他只是說提供這樣的預測性 這要不要COVID-22 這個是全世界還沒有人用這個名詞 十九再加三是什麼 我覺得他有言言過其實 不過他背後的動機 還是提醒說 可能Delta以後還面對這樣一個壓力 我先看看大家看到這個一個圖 這是目前全世界大概兩個三個國家 對Delta壓力非常大 一個就是美國 他現在平均每天 每天七天 平均是十五萬的個案 對 英國還是有三萬 然後印度現在目前是三萬 印度是從以前平均三十五萬掉到三萬多 我們一直認為只有疫苗 可是不是 因為疫苗 我跟大家看一下 他們這幾個國家的統計 我們看看這是前天的數字來看 英國百分之七十 美國百分之六十 印度才百分之三十三 為什麼印度可以降這麼多 美國還居高不下 所以說我們不只一直以為 疫苗不是唯一的防疫的方法 因為很重要就是一個 還是口罩 口罩 人與人之間的選擇 所以口罩一定要繼續戴下去 所以預估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像欽宇剛才提到 我們真的是創造一個世界上一個奇蹟 真的 再一次 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可是我們要趨勢的話保持戰果 口罩一定要戴 而且現在二級 我預測到年底這二級 應該不容易再降下來 因為外圍的有關這個Delta 一直在燃燒當中 我們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好 就是口罩要戴好了 社交距離還是要保持好了 好 那這個這個 所以這個疫苗的覆蓋率 在印度這邊還是偏低嗎 是 它只有百分之三十三 所以他們最後 可是我們我們國家 我們臺灣非常了不起 我們覆蓋率滿是四十 可是我們可以控制到清理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國人對二級的管制的部分 是非常的遵守 你們看看去運動去打球 打籃球 大家真的還都戴著口罩 對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參考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年輕人 因為剛剛看到一些報告說 年輕人染疫的這個Delta感染力 增加好幾倍 是 是 怎麼辦 這個年輕人Delta增加好幾倍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打疫苗 這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個Delta比較特性 我們可以從這張圖來看 其實我們也非常期待 我們像邱兄提到 我們BNT能夠進到我們國家裡面 因為這是那個英國的研究 我們來看看上面這一條是BNT 中間比較實現的是AZ 是針對十八歲到三十歲 還有三十五到六十歲 然後做個比較 我們發現年輕人打了疫苗以後 他抵抗抗體的維持的時間 在一百天效果很好 對啊 所以可以回應到剛才說 十二到十七歲十八歲之後 可以百分之百 對 從這個佐證 這是真實世界的數字 這是在英國他累積了幾萬人的數字來看 也因為這樣也提醒了我們 到了這是AZ 到了一百天以後 AZ已經降到六成以下 BNT還可以到八成 這個AZ降蠻快的 降蠻快的 甚至可以到快四成 所以這提醒我們 我們國家準備要開始打第三劑 第三劑 這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是另外一個 我們也不要擔心 Delta為什麼在年輕人傳染會那麼高 因為即使你打了疫苗 可是在嘴巴在喉嚨之間的 有關病毒量 這一張就是病毒量 這個三十是CT值 大家不要清楚 就CT值 有的話CT值以下他比較沒有 超過CT值三十 他比較沒有傳染性 CT值在三十以下他有傳染性 發現在Alpha的時候 就是英國珠化 疫苗效果不錯 可以防止他的感染 可是在Delta的話 沒有效果 在傳染性的話 所以Delta是非常讓人家 非常擔心 因為年輕人沒有打疫苗 所以他傳染性很高 在Alpha可能一傳二到三 Delta一傳五 因為這樣嚴固 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國家 在教育上面 要更加揮護化 疫苗的施打 是相當的重要 OK 好 繼續的這個 該打疫苗就好好打 那口罩戴好 我們維持台灣目前的防疫的戰果 先休息一下馬上帶我回來 看世界上 這個最強的攔截系統是什麼呢 阿帕契鎖定海上目標發射地獄火飛彈 海上標靶劍起大片水花 一發不夠 阿帕契雙擊出擊 同樣命中海上定位標靶 這是航特部神音操演 在九棚基地的時代射擊演練 包括OH-58D戰艘直升機 也登場打飛彈 這次演練 包括俗稱的大A小A 以及OH-58戰艘直升機 上沿火力秀 一共打六十枚對海的地獄火 以及三十枚對空的刺針飛彈 與響尾蛇 不過還是出現拖把 地獄火直接在海岸線 兩百公尺的距離落海 據瞭解可能是彈藥老舊出問題 他的放的時間比較久 那他有一些的 比如說發動機的藥柱 這些出現一些小狀況 也就是臨時要發射的時候 那他有一些狀況 這我相信以往也發生過 都會有 那主要就是剛好 藉由這個機會去找出他問題 除了神音操演外 漢光演習再度登場的 屏東加東戰備道 也在進行駁油鋪射 工人加緊趕工 因為戰機起降的跑道 必須非常平整 而屏東機場也陸續有 各型戰機 一早進行初步組合訓練 提前為漢光演習暖身準備 加強國防戰力 國防部公布明年的國防預算 將達到三千七百二十六億元 創下近年來新高 大幅增加軍事採購 其中以海上衛士無人機採購 以及MH60R反潛機 都是首次編入年度預算項目 國軍強化新裝備 精情訓練實彈射擊 展現國軍的精始戰力 戰力新聞林凱軍陳雁豪 臺北創作島 這個操演超級震撼精采 這次有什麼的亮點呢 施聰哥 是沒錯 我們看到說 因為最近期來說的話 包括說像這個兩岸 特別是中國一災熱炒說 今日的阿富汗就是明天的臺灣 包括說很多國際媒體都說 我們臺灣應該要增強 我們的軍備投資 還有我們民間的所謂戰鬥意志 那因為我們下個月 就要舉行漢光演習 那在這個演習之前的話 我們空軍 陸軍 不斷的這個進行操演 那這一次在這個九棚基地 展示的是我們的陸軍 我們陸軍這一次的神音操演 有動員的包括說像 阿帕契的這個攻擊的直升機 包括說像眼鏡蛇的這個攻擊直升機 另外一個就是戰艘直升機 等等紛紛出動 那這一次也進行了實彈的操演 大家可能看到這個實彈的操演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是發射地獄火 他這次一共發射的約莫是 這個六十枚的這個飛彈 那有三十枚的是空對空 那六十枚的是空對地面的這個 這個地獄火飛彈 還有一百八十枚的這個熱燕彈 那當然為什麼要這樣子的這個 實彈的射擊 當然是展示說 我們目前整個操演 還是在進行之中 我們的戰備狀況 其實是都有在準備之中的 那你看這個畫面看起來都覺得說 我們其實這個平常準備戰備 真的是還不錯 那雖然說有一些這個小吊靶的狀況 但是整體看起來的話 國軍的這一次的這個大部分的目標 都能夠精準的這個命中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剛才也有提到 我們要加強投資 於是在我們剛公布的這個 明年的這個軍事預算裡面來說 我們一共編列了 三千七百二十六億元的這個軍事預算 那軍事預算裡面來說的話 比較大比的跟過去不一樣就是 我們知道我們採買了這個 美國的海上衛士的這個飛機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反潛機 那這個部分來說 當然都是要因應可能 中國在我們西南空域 甚至在我們的東南沿海等等的這些 相關的騷擾 我們要做一個相關的這個戰備 好 那除了我們臺灣在 本身的戰備之外 事實上最近期的時候 美國他們也在這個進行一個 飛彈系統的這個測試 那這個飛彈系統是 防空飛彈測試系統 那這個非常特別 因為這個不是美國自己研發 他其實是跟以色列買的 對 以色列 他買以色列什麼 鐵窮系統 那鐵窮系統為什麼 事實上我們前幾個月曾經看過說 這個巴勒斯坦的這個相關民兵組織 發射飛彈到以色列的時候 以色列把它攔截下來 那這就是美軍 他們實際測試這個 所謂鐵窮系統 這個相關的這個狀況 號召地表最強喔 對 他的攔截力是非常強 但是我必須講 他這是攔截什麼 因為我們臺灣也有買愛國者飛彈 愛國者飛彈是比較攔高空的 那這個鐵窮系統 他是比屬於比較中低空 譬如說有些人會發射所謂的 飛彈艦或是說什麼破擊炮 這種比較短程的 他主要是在攔截這些東西 那美軍為什麼要跟這個以色列買呢 主要是因為美軍過去研發 都是比較高空 像愛國者這些 他沒有中低空 他以前也想要用愛國者去攔截它 可是其實你知道 愛國者飛彈一顆那個 造價好幾千萬 我去攔你那個破擊炮 完全不划算嘛 那我就不要用這個 那於是他就看目前這個各國之間 反而覺得鐵窮系統是不錯 所以他就買了兩套進來 那目前在美國測試 那這個鐵窮系統主要它是什麼 它是這個以色列一家 叫拉菲爾公司 它跟雷神公司 兩家一起研發的 那研發之後 研發它在以色列這個戰績 非常標柄 那它主要系統有幾個 我們先給大家看這個圖 這工照圖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 對方先發射一個飛彈之後 你可以講接下來 我會啟動雷達去抓那個訊號 抓那個訊號 雷達抓那個訊號之後 緊接著它會發個訊號 火控中心 火控中心跟這個所謂的 飛彈系統說 我可能要在什麼地方攔截 那飛彈系統就會發射出去 那它這個飛彈系統 因為我剛才講了 主要就是你要攔截的 造價要便宜 這一套系統來說的話 當然對於美國來說 是它極需要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以色列其實在這一次 他們跟這個巴勒斯坦 相關的這個作戰裡面 它也展示出了非常多的武器 它展示什麼呢 它用無人機去攻擊 它這一次它之前有成立一個 叫做巴爾洞洞的這個部隊 這部隊主要是用來蒐集一些 相關的情資 譬如說我透過電腦的這個情資 衛星畫面的情資 我判斷說 在哪個地方有敵兵在這個地方 那我怎麼攻擊你 我當然有辦法用飛彈攻擊你 那沒有辦法的時候 它這一次的出動 所謂無人機去攻擊 它是出動了大量的無人機 然後到那個地方之後 做一個精準的打擊 然後就把那些所謂 相關想要拘殺的人士 把它拘殺完畢 所以你看其實以色列在整個 這個國防武力上面來說的話 你看它的這個實力已經跟美國 甚至還要接近它 那這個就是因為它發展的是 符合以色列國情的相關狀況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有一天 我們臺灣也能夠發展到 符合臺灣的這個我們的國防科技 那讓美軍來一起來參與 我們的這個研發狀況 那剛剛看到我們其實以前都說 這個戰場是要人海戰術 現在沒有 戰場開始要無人化了 無人機的黑科技 現在很厲害 過去我們看那個老時代的戰爭片 好辛苦 班長還要叫一個趕死隊 跑跑跑跑跑到敵方 看看這邊有幾門炮 這邊有幾門槍 這邊有幾個壞人 刺探軍情 然後再跑跑跑回來 現在不需要了 為什麼呢 過去十五年 你看那個好萊塢的電影 他們下來第一件事情 開電腦通通都要配備 他們跟FLIR公司呢 就簽約了這種所謂的新型的無人機 超酷 先跟各位說超酷 各位多酷呢 他折疊起來就像鉛筆盒一樣 然後把它打開 打開來之後呢 16.8公分小小一顆飛兩公分 很多國家買的航母太貴了 後面不用 誰呢 泰國跟義大利都有這個問題 那現在呢 我幹嘛航母一定要在海上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有空中的航母呢 風群戰術 風群戰術是什麼呢 風群戰術就是我一窩蜂 一次出來很多 各位我記得我們台灣 其實在屏東啊 現在很多時候在過國慶日 也都這麼做啊 排字啊演練啊排花 其實在中國 他們最早就有做 然後做了之後呢 很多人會說 怎麼可以排得這麼漂亮 現在對於整個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在做未來的一個 所謂的新型的機構世代 所以現在陸陸續續 大家聽到 就想到大陸的這個大疆嘛 對不對 可是後來這個 美國以說這個國家安全為由 你這麼多飛機 到我這邊飛來飛去多恐怖 現在被列入這個實體黑名單 對 所以這個對台灣就好現象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有辦法搶大疆生意的 就大概就我們台灣而已了 在中國這邊 有很多你沒有想到的詐騙案 持續在進行當中 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國際大頭條 今天要來解析的有哪些呢 首先來看 這個在賀錦麗 他這個結束新加坡訪問之後 本來要這個到越南 但是延續了三個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在河南亞的美國大使館 發生了異常的健康事件 就是非常神秘的哈瓦娜症候群 我們待會來解析 那麼另一方面來看 中國最近常在講 就是共同富裕 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要轉型 變成另外一種 打土豪分田地 全面要回歸社會主義呢 為什麼此時此刻會提出共富論 待會從歷史經濟社會 三個層面來解析 另一方面來看 這是全方位的洗腦嗎 這個要問的是 目前在中國這邊傳出了一個 最新的一個課程指南 叫做習思想指南 那麼這個習思想的 這樣的一個教育思想 會從小學到大學研究所 而且說要相互銜接層層遞進 要把習思想註魂到學生的身上 那另一方面習近平最近在幹嘛呢 他最近到河北省來看這個 塞罕霸的這個整個臨場的狀況 他說要來發揮這樣一個精神 發展好綠色經濟 什麼叫做塞罕霸呢 這裡本來是大陸首都北京 向上的四百多公里的地方 這裡本來是黃沙遮天日 飛鳥無棲樹茫茫荒原 而且現在在中國的這個龐大人力之下 變成一個綠色的長城 那麼接下來要發展就是綠色經濟 跟生態文明 這是中國的重點發展 我們來馬上介紹這個階段 再加入兩位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有華哥歡迎 欣怡好 大家好 北京臺商袁中南歡迎 欣怡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首先就來看美中角力戰 本來大家在看 有沒有可能會有這個破冰的可能 現在看起來好像還是繼續煙消未四起 從外交 從病毒 從經濟戰全面開打 對沒錯 美中的這個之間 有沒有辦法破冰 其實有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是在今年十月在羅馬舉行的這個G20 那G20的會議裡面來說 原本是希望說這個拜登跟習近平能夠見面 那甚至他們兩個之間 還有一個會後的這個高峰會 但是就目前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在近期的時候 這個英文的這個南華早報 他披露了一個消息 他說這個是內部人士說 習近平不會實際出席這一次的羅馬的G20 他會用所謂的視訊的方式出席這個G20的峰會 也就是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視訊他人不會到那個地方去 原本期待的這個拜師會就炮他了 那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 其實你知道 事實上這個從大概1993年以來的時候 通常美國總統剛上任的第一年 他都會跟中國大陸領導人見面 如果這一次錯過了G20之後 可能今年就不會見面了 那就是大概從1993年以來的第一次 那當然暗示的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似乎是回到了1993年當時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這時候就有人分析說 習近平做這樣的目的是做什麼 第一個當然他因為最近美國 他表態非常多 包括說拜登前一陣子不是才說 台灣有問題的時候 他恐怕會介入 是不是戰略會清晰 他想說那你這樣講的話 那我當然要 因為你涉及到台海的問題 我當然要跟你保持一個距離 另外一個都是放話測試 現在全世界都很希望說拜習能夠見面 那我就不去 不去的話 看看國際的反應是怎麼樣 那這是習近平他這個不會出席 可能不會出席G20的這個報導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白宮目前美國駐中國大使 目前是懸缺的 那前一陣子這個美國駐 中國駐美國大使也才剛到 秦剛也才剛到 所以這也是一個代表 中美關係之間的一個試金石 因為從前一任的這個美國的大使 離開了這個中國之後 你知道他去 他為什麼離開 去年十月的時候 他說我要被來找 因為我要回去幫川普助選 他就直接就離開 他也沒有跟中國大陸說 他就直接走了 所以這顯然是打中國大陸一巴掌 但是從去年十月一直到現在為止 美國駐中國大使都沒有 都沒有提名 那於是在最近一段時間 拜登終於決定提名 這個所謂的博恩斯 博恩斯擔任所謂的駐中國大使 可是這個博恩斯 大家覺得有點奇怪 第一個 他跟拜登關係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本身他不會說中國話 所以他不是中國專家 但是他是一個比較偏向硬派的 所以有人就說 他可能用他來這個執行 這個拜登的意志 那屬於就是 還是屬於在一個中美對抗之中的 一個所謂的外交的這個任命 好那除了這個博恩斯之外 因為我們台灣可能會比較關心 這幾天 因為賀錦麗 他剛好來到這個台 來到這個東南亞 那來到東南亞 他第一站訪問新加坡 他跟新加坡總理跟總統見面之後 然後講了一些話之外 他最近準備要到河內 那準備到河內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說 他delay了幾個小時出發 那為什麼delay幾個小時出發 就是說 因為河內大使館 有所謂的異常健康問題 就是所謂的哈瓦納症候群出現 那因為有這樣攻擊 所以他就往這個越南的執行 就delay了三小時 那什麼叫做哈瓦納症候群 就是疑似說 這個在二零一六年發生的 就是美國駐哈瓦納大使館 發現到說我的人員在那裡面 都突然會頭痛 頭暈 然後嘔吐 不舒服 對 那疑似說什麼 不知道被什麼攻擊 疑似被一種脈衝這樣攻擊 所以他說是不是有人要攻擊 所以這叫異常健康事件 不是跟COVID-19有關 另外一個 對 另外一個 就是人為攻擊 所以因為這樣 賀錦麗就delay到這個越南訪問 但是我必須講 賀錦麗去越南訪問的時候 其實越南總理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對這個美國來說 不是很友善 他就說我們準備要加強 跟中國的關係 那這個是不是在洗臉 這一次的這個賀錦麗 好啦 除了賀錦麗之外 事實上今天大家會重視這個 也就是說因為白宮 現在最新的消息是說 美國的情報單位 不是這幾天要繳交這個 COVID-19的溯源嗎 對 他給這個拜登 拜登已經看過了 那聽說現在美國媒體的報導是說 這一次的美國情報單位 給拜登的書裡面 報告書裡面 沒有說到這個到底是起源 在什麼地方 所以也就是說了半天就沒說 那於是美國這個目前是沒說之外 但是英國反而是最加緊報導 因為英國最近的媒體 不斷的在報導一個 當初COVID-19起源的一個報告書 那甚至他還訪問了相當多相關的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他還訪問了相當多的人員 包括說科學家 對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最近也在做相關的演練 對不對 但是共軍也是一樣 他這幾天連續在這個實彈演習 在三大海 這個海軍的這個軍艦空軍的齊發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我看到他最近在熱炒一個時候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 美國絕對不會來支援你 所以他持續的對我們的 他認為的我們台獨的勢力 繼續給他施壓 另外當然就是說 因為美國撤出阿富汗 美國撤出阿富汗的時候 這幾天的話 新加坡總理就跟他說 我們未來要看 我們是不是要跟美國站在一起 要看美國在東亞怎麼佈局 所以他等於是 也是測試美國的這個 目前的他的狀況 那為什麼這個對台灣 為什麼這個第一島鏈 對美國來說很重要 我們看這就是第一島鏈 過去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他用第一島鏈的話 可以把中國的海軍 隔在第一島鏈之內 但如果台灣出現一個破口的時候 大家可以試想 我們東海岸的 包括說像我們的這個 所謂花蓮港 或是我們蘇澳軍港 一出去的話 潛艇下去都是幾千公尺的這個海力 美軍要抓都抓不到 另外一個往南這邊有一個所謂 巴士海峽這個地方 巴士海峽這個地方過去也是 他們三亞基地 他們三亞基地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穿出這個巴士海峽 就可以來到這個太平洋 所以對中國大家來講 這一塊顯然是他一定勢在必得 所以未來幾年 大家才會說 最近美國幾乎朝野 他們都講一個議題 就是台灣議題 突然之間台灣議題 為什麼那麼熱 顯然在中國 習近平的眼中來說話 跟拜登的眼中來說話 他們未來交鋒的這個焦點 勢必一定在台灣 OK 我們台灣這個角色非常的關鍵 那我們另外來看到這個賀錦麗 現在這個延遲三個小時的原因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健康的異常事件 所謂的神秘的哈瓦那症候群 這個感覺這個病蠻特別的 很多人說他會有頭昏暈眩 然後甚至腦部受損 沒有辦法解釋 還會聽到一些很奇怪的尖銳的噪音 有華客這到底是什麼 白宮都好像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叫聲波武器 聲波武器 聲波武器它有兩種 一個是高頻的 一個是低頻的 那低頻算是刺聲波 那刺聲波是可以從海浪裡面產生 它從海浪裡面產生 人聽的是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呢 在刺道附近曾經發現一艘船 船員通通死了那個船還在開 結果他們發現原來那是刺聲波 那個是海浪的刺聲波 這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現的這種刺聲波 那這種刺聲波現在用來做什麼 鎮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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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喜歡聽海浪的聲音 其實這經久是會有問題的 它是用風槽的一些原理 就是不斷的那個用那個低頻 低頻人的耳朵聽不到 可是他穿透你的耳末的時候 你一直在承受但你不知道 那你的承受你也不曉得 所以說不知不覺 你會就感到身體非常的不舒服 這個就一般講的叫做刺聲波的武器 刺聲波的武器 現在是美國跟俄羅斯是頂尖的 那我們現在講的 俄羅斯也有參與 俄羅斯也有參與 我們現在講的叫做 叫做微波武器或者叫做脈衝武器 那通常我們講到所謂的脈衝武器 那個是因為原子彈核爆以後 我們才發現了它有那個脈衝電子 這種脈衝電子可以讓你在通訊系統 短時間全部瓦解 所以叫做電池脈衝鑽 那電池脈衝呢 事實上對人體有沒有害 對人體當然是有害 可是它的有害是你馬上看得到 那我們現在講的叫做你看不到的聲波 叫做微波武器 那微波武器它發生在哪裡 現在河內你賀錦麗為什麼延遲三個小時 因為河內已經出現了這種聲音 那這種事件從什麼地方開始 從古巴 就是從奧巴馬跟古巴建立外交關係以後 他們的大使館剛剛好就設在 莫斯科就是俄羅斯的大使館 大概周遭距離是六百公尺的地方 那六百公尺 他的外交官就天天聽到一些怪聲 那這種怪聲就是會引起嘔吐那些等等 那美國從二零一六年研究 一直研究到二零二一年 長達五年的時間 他有五個論點 第一個是短尾蟋蟀的叫聲 第二個是蛙鳴的叫聲 然後是第三個叫做不明聲波的 然後第四個叫做定向能武器 就是說俄羅斯大使館 我只要裝一個定向器 然後不斷的射到你大使館裡面 那一種聲音那你聽起來 那你聽起來就會感覺到嘔吐 噁心啊等等啊 然後呢就有二十六名大使館 還有一名加拿大的大使通通 二十六名就到了美國檢查 發現他們腦部已經產生病變 但是加拿大的那個已經死掉 加拿大的外交官死掉 這個很危險 這是無形的隱形武器 這個就叫做哈瓦那症候群 那我剛剛講的幾個 沒有辦法破解嗎 沒有辦法破解嗎 沒有辦法破解 因為聲音的傳播是直線進行 它配合著空氣水啊等等那些 它可以傳到你的耳朵 如果你要戴耳塞的話 你更麻煩 為什麼你戴著耳塞以後 那個聲音會在你中耳那邊 一直傳來傳去 傳來傳去 所以戴耳塞也沒辦法 戴耳塞也沒辦法 那第四個就是我們講的 這種微波武器 這種微波武器的厲害 它連牆壁都能夠穿透 那你何況是人體 所以它會影響你的腦幹 那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是俄羅斯 他們為什麼一直講的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研究的最早 他曾經在東歐進行過 所謂的人體實驗 那這種人體實驗的跟731部隊差不多 為什麼 他要看你人類在噪音的情況之下 你的忍受度 到底到達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那事實上這些聲波武器 第五個呢 就是比較恐怖的 第五個叫做超高頻的 超高頻 超高頻的微波 那這種超高頻的微波武器 一旦打入到人體 大概一個小時以內 就會有一些非常劇烈的變化 那這次你說可以穿越 再後的牆壁都可以穿越過來 對 再後的牆壁 他都可以穿越 所以這次賀錦麗到了河內 他們就發現了這一些聲波 他這樣去不是很危險 這一些聲波會危害到美國的副總統 所以他要求三個小時以內 你要清查聲音的來源 可是各位聲音的來源很好清查嗎 很難清查 因為那你背景雜音太多 你尤其在一個都會區 你背景雜音那麼多 那你怎麼知道從哪一家發射的 況且這種發射是叫做發射於無形 所以未來的聲波武器 極有可能出現在戰場 他飛彈會出現在戰場 我可以告訴各位 印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印邊界衝突的時候 他們就用聲波武器 就叫他叫風潮器 他叫風潮器 然後把那個印度的軍人十二個 十二個到十六個 就是完完全全聽說有人發瘋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實證 但是他用這種武器去把山頭拿下來 這個比很多的軍事武器都還要更厲害 對啊 因為他是無形的 那種是無形的 但是他必須要具備一定的能量 他才有發射的能力 OK 我們剛剛看到是這個無形的 這個微波的武器 這個具有殺人的能力 那另外來看看 這個也是跟腦部相關 這是腦部不能說他是武器 是用工具嗎 我們來看中國最新的這個國教委員會 他們這個最新的教材 最新的規定看過來 習思想全面化 幹嘛呢 現在大家都要念一個習思想指南 而且說是要不太懂什麼意思 要有機融入 要全面有機融入 融入你的各個生活當中 那包括各個不同的學科 通通都要學 學習思想 還有國家安全教育等等的這些主題 然後從小學大學研究所 通通都要學 那麼也強調說 這是要相互銜接 層層遞進 培養學生堅定不移的那個跟著黨走 那希望可以接續這樣的一個理念 我們看到其實中國最近對教育其實蠻多的動作 那也把這個英文的App 這些英語的考試測下來 但是強調習思想是全面學習 而且他叫做必修課 不是讓你選擇是一定要修的 對 中國大陸十幾億人口內捲的一個時代 過度的一個競爭 會不會有人有壓力 一定會有人有壓力 會不會有人工作不順 會不會有人收入不夠 一定會 這個時候有人就來跟你說了 你想不想讓你的人生更順遂 一定每個人都想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他就跟你說喔 先入門 你花個一百塊人民幣 一百塊OK啦 一百塊人民幣 他就帶帶帶帶帶你到一個場所去之後 這個時候神奇的導師 神奇的宗師就會出來 然後出來呢 他就會開始跟你說喔 一開始就一群人先坐在一起 然後坐在一起完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要怎麼樣讓自己過更好嗎 你聽聽別人多慘就好了 所以一開始都是比慘 我曾經聽過很誇張的喔 大家就先比慘 然後比完慘之後呢 很多人就說 喔我來找了慘 我付錢去聽人家講多慘喔 沒有 天聽多慘 聽完多慘之後 這個叫做試金石嘛 試金石之後 唉唷就這麼慘之後 你怎麼翻轉你的人生 重點是那個training 那個轉換的過程 這個時候導師就要出來了 這個導師他就會有心靈的成長啊 這個時候亂七八糟的 什麼都來了 有咒語的洗腦嗎 有宇宙的頻率啊 有生活的改變啊 然後呢 他就會跟你說 過去我們怎麼樣 但是我們跟著這個導師之後呢 我們的日子就越來越好了 這個時候會發生兩件事 一個是有人信 一個有人不信嘛 對不對 有人不信的 他覺得不太對 鼻子摸一摸就走了 這個時候有人信了呢 糟了 由下來就是忠實粉絲了 一開始是交一百嘛 第二次就要交一萬了 那一開始是到一個所謂的公共場所 第二次就帶到五星級飯店了 這個時候更高級了 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的導師 他的分身及他的那些所謂的 徒子徒孫通通出來了 所以 請說喔 一百 一萬 十萬 一百萬 一直往上推 然後這裡面呢 那時候還沒走代表他真的很好騙 就代表他老婆真的比較弱嘛 然後騙完之後呢 這個時候真正 一開始是師父領進門嘛 對不對 走完之後這個過場 後面有個更重要的 你要如何讓你的人生變更好啊 這個時候呢 來當幹部 當幹部 對啊 你一開始你就想 誰去那邊發傳單說 來那邊領一百塊 我付這麼多錢還要去幫他上班 當幹部啊 你一起來分潤啊 你去抓下線來還是可以分潤啊 所以到這邊已經變成集團犯罪囉 一開始是所謂的精神上面的一個教育 然後後面呢 走一走變成集團的犯罪 然後集團的犯罪這時候會越搞越大 為什麼呢 前面那些算是面試就對了 你現在交到了十萬了嘛 對不對 後面大把的來了 為什麼呢 後面大把的就是要開始進入所謂的科學 到投資 到所謂的靈學這一塊了 所以很多人呢 他怎麼樣你知道嗎 交了幾十萬之後呢 去做那個什麼紅膜檢測 去做這種什麼什麼量子檢測 我想到那個紅膜檢測 我都覺得好笑 看看你的眼睛啊 看看你什麼的狀況 但重點是這不是重點 這只是個過場而已 講完之後 你要不要來加入我們的組織 然後讓自己變成督導 讓自己往上籌走回布經理 然後呢以後進來 例如說有人交十萬對不對 你可以抽兩萬 你可以抽三萬 我的心靈都還沒有被醫好 我就要變督導 你這個時候如果你的錢變多了 你的心靈就會好啦 所以他們就沿路這樣一直走 最誇張的真的來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之前越繳越多 我剛剛有跟各位說 這是一個金字塔的狀況 一開始進來淘汰淘汰 一直走 走到後面居然有人 被帶到馬來西亞去 帶到馬來西亞去 馬來西亞什麼產最多 你知道嗎 榴槤 他跟你說 這邊的榴槤園可以投資 你只要投資一百萬 我跟你說啊 這個榴槤每年都生產 未來九十年的時間 他所種出來的榴槤 通通都是你的 這樣也在騙 有人相信嗎 還真的有人信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這種信就可以了 別問了 讓你的精神往上走 讓你的人生變更好 讓你可以跟你的夫妻之間 感情更融洽 講講講講一堆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要佩你的錢 但是佩你的錢 一層又一層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說嗎 有什麼國際督導啊 理事啊 導師啊 國際導師啊 這個都要交錢 一層一層往上交 所以搞老半天 這些心靈成長 通通都是騙局 重點在哪邊 重點就是要你口袋裡面的錢 OK 謝謝敏龐 所以腦波真的很弱 這個代表心靈實在有夠脆弱 中國其實有段子在說 為什麼中國騙子這麼多 因為傻子更多不夠騙 問一下這個鍾南哥 你在北京經商也非常多年 培訓班到處都有 有什麼更奇怪的詐騙手法 這個太多了 這個我們可以講 這個經濟一上來 為什麼亂象特別多 所以習大大要管控 是從小學生一直管控到研究生 現在沒有 現在已經進到新東方了 你知道嗎 就從成人教育開始 我就舉我們這個台灣過去的例子 就是台灣過去以前室內設計師 你要知道五年要回工會培訓 一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你要再換簽證 你的證照 證照 是吧 五年換一次 好啦 大陸也在想說 那我也要學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勞動部的 所以他們現在要做一個 叫跟我們內政部一樣 由室內設計師協會 由建築師公會來主導 那培訓這些室內設計師 要用綠建材 不要用甲犬 有沒有做綠色經濟 不要傷害人體的 這個所有的建材 然後所有的 你要做裝潢 是不是要建築師蓋章 管理委員會交錢 你在進到房間裡面去修好以後 管理委員會才看你們違法 這些我們都知道 是吧 台灣的室內設計師走向正途了 每五年就回去 我常常去那邊當講師 大陸那邊就聽到了 他也學我們 十幾年前 開始請我們這些設計師 專業的 或者是這個教授級的過去講課 他們也剛開始由中央 北京開始 上海開始 由掛靠清華大學 統計大學的建築學院 然後就開始辦班 對 他有很多培訓班 那時候學習風系很盛 他喜歡花很多學費 沒錯 台灣的老師也蠻開心 因為真的師資費也蠻高的 對啊 你看我上一堂課 演講三萬塊人民幣 一個小時 現在沒有了 現在到哪裡 到二線城市啊 武漢啊 這個哪裡 成都啊 去辦這個班 對 還是不夠用 為什麼 室內設計從業人員 超過多少人 三萬人 現在呢 人多就是這樣 對 現在是三十萬人了 不是三萬人 就是沿海城市三萬 現在內地城市三十萬 你看一個班 可以辦下一千多個人 你去上那個課過不過癮 非常過癮 那上面的收多少錢 一個人三千塊 一千多人 一場就收多少錢 你再想看看 這些如果不管空的話 他們就拿 私人他們就發覺 這幾個老師好 他們私下半班 然後結果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你講什麼 心靈灌輸 又是心靈灌輸 思想比較重要 錢就進我口袋 一腳就是一萬六千八 兩萬六千八 三萬六千八 就上一個禮拜的課 老師的錢就那麼多 那你看那個組織龐不龐大 超過一百萬 我告訴你在大陸 超過一百萬 中央都盯著看 為什麼 因為你思想一壞 整個都壞掉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 你的超過一百萬 是只一場 沒有沒有 就是你的會員 你的會員一百萬人 所以你看馬化騰 為什麼會被抓 因為他的微信太可怕了 就好像一個組織一樣 你知道嗎 同樣的你這個 現在不是疫情期間嗎 線上上課 你可以對個幾萬個人 幾十萬個人一起上課 收費本來兩千九百九十九 現在一堂課只要兩百九十九 為什麼 因為夠大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你要跟著習思想走 把你那個觀念導正過來 所以私人的企業會慢慢的 像馬化騰一樣導 中央的企業就開始 把持了這個所謂的成人教育網 成人教育班 這樣子才不會亂掉 要不然他們的市場 真的是太大了 那個詐騙的手法 隨便領個證 就可以到鄉下說 我是大師班 我就是設計大師 做出來的那個人體工學 根本就不合理 臉盆已經到你的胸部了 還怎麼做 對啊 所以那個根本就是亂搞 OK 因為這個地方大 這個一線騙完二線三線四線 多的地方是可以去 這個騙不完 而且我聽說他們這個 很多詐騙的時候是非常之粗糙 這麼粗糙要騙誰啊 還真的蠻多人騙 而且他們不改他們這個粗糙的 詐騙的這個方式 因為夠粗糙才可以真正找到這些 夠忠誠夠好騙的人 這是什麼情況 我們另外來看中國其實最近 可能就是因為太亂了 所以現在很多監控的政策 一個一個出來 那特別是針對好亞人 我們談過很多次 因為有人說這是不是中共在仇富 還是怕說現在很多的窮人醞釀造反 應該是說重新分配 這是最近習近平一直提到 所謂的共同富裕這幾個字 那我們講實際上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 根據各個最新公佈的數據 裡面來說 北京市裡面突破一億美金的 居然有一百人 這是什麼意思 一億美金 對比這個紐約都還更多 紐約才九十九十九 所以其實北京的富豪很多 官方公佈再乘以十到二十 對 那你像大家都那麼有錢 不是嘛 所以他們評分出去顯然相當大 那另外一個這個統計數據裡面來說 中國的富豪的總 這個所謂他們的財富是四億美金 四億美金很多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 中國所謂的落差非常大 那前一陣子 我們其實有非常多 在鬧得非常沸沸揚揚的 包括說像 之前不是有人去問王健林嗎 說你怎麼許願啊 我們年輕人怎麼樣 他說很簡單 我們就先許他賺一個億 這個誰那個這種 一個億的小目標 對 這種仇富 這種富裕的 這種跟貧窮人 差距太大的狀況 在中國當然非常多 所以中國才會興起 所謂的打富豪這樣一個情形 那打富豪的時候 你眼睛聰明的 像馬化騰最近就捐了 從四月捐一次 現在再捐一次 一共捐了一千億 捐給政府 那要嘛就是怎樣 你就學學京東吧 人家京東是什麼方式 京東想辦法 讓我的公司沒有賺錢 我這樣子就會躲過監管 跟躲過政府對我的打壓 那我怎麼這樣講 我先跟他講 中國不是在打壓這些富豪嗎 結果沒想到 根據最新公布的財報 你阿里整個季度的 這個獲利成長 叫去年成長10% 你這個所謂的騰訊 叫去年成長13% 你看看人家京東 你看京東 京東第二季的財報 他的營收增加 年增26.2% 他的獲利是年減 年減22% 然後跟你說 我新增用戶 我新增了三千兩百萬用戶 然後這個員工人數 也增加 照理說他應該會非常好對不對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故意讓他的營收比較不好 故意獲利比較差 為什麼 他說你看 我們員工薪資還有福利持續的 穩步的推升 所以我們用兩年的時間 讓員工的薪資充十四幾等 逐漸調漲十六薪資幾等 所以你說什麼 我沒賺錢是因為 我給員工錢 我幫他們加薪 另外一個 你看他為什麼會這樣虧損 我們還是要來看 他其實最後的 整個盡力約莫是三 整個集團的盈利 最後是三億 三億人民幣左右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做這麼好 剩下只有賺三億 我剛才講 除了他員工 他員工增加 客戶增加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第一個 他有一個新業務 他最近跨入一個包括說 像新的這個雲端的這個業務 裡面來說 所以導致他 虧損非常嚴重 再來就是我剛才講 物流他很多倉儲 另外就是用工 員工的成本 包括說 我們中國不是這 前一陣子不是打壓美團嗎 美團就說 你要讓你的員工 全部都能參加 所謂五險一金 那這個京東 他裡面很多物流業 這些沒有問題 我全部都加入五險一金 所以也就是說 他率先響應 那甚至說 之前不是有所謂的 二選一的反壟斷 他現在也沒有 二選一的反壟斷 這個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他已經先避開 把未來我可能 會被監管的地雷 全部拆開 所以他當然不會受到 這樣的影響 所以才告不好 大家都給他按讚說 很厲害 他就是符合中國的樣板 完全正式正確 沒錯 因為他都把錢給了 這個相關的員工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最近 京東其實他的動作非常多 相對於騰訊 騰訊最近不是在收縮 遊戲業務對不對 遊戲被打了 結果沒想到 京東反而要跨入遊戲 為什麼可以闖關 對 你就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過去騰訊 他都是用所謂的 自己的生 自己這個研發 包括說他去併購海外的 什麼王者榮耀 那些都是變成是他真正的 獲利的來源 那騰訊的確這幾年的遊戲 也是他會最重要的獲利重心 但是因為你遊戲 屬於精神鴉片 習近平都說這是精神鴉片 那很多青年的人 可能就在裡面就是 中毒太深 那補法自拔 所以現在京東的方式 他不是這樣 京東他是怎樣 他是跟 譬如說我可能跟騰訊合作 我也可能跟阿里巴巴合作 我也跟聯想什麼合作 我要打造這個平台 我自己本身不弄遊戲 我是一個平台 那一個平台之外他還說什麼 我還成立一個所謂電競隊 也就是說他沒有真正去研發遊戲 他就是在遊戲周邊 然後把它打造成一個平台 你看譬如說我遊戲隊 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在上面做直播 直播的時候 你可能來我這邊看直播之外 你卻就來我這邊下單 所以他把它弄成是一個 然後這個所謂電競的相關的周邊 我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賣 所以京東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他要跨入 他一定要跨入這個市場 我們看中國的這個遊戲用戶 六點六七億人 太誇張 然後整個這個遊戲的這個實際收入 有一千五百零五億人民幣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他不玩騰訊那一套 他玩的是一個平台戰的遊戲這一套 所以你跟你講 京東在這一次的這個 整個中國的打壓 或是在遊戲的打壓裡面 他為什麼能夠全身而退 甚至還跨入一個新領域 我覺得他找到了 不會被官方打壓的一個南海策略 OK 謝謝這個我們來看這個真的京東 腦筋動得很快 他想做的是平台 不是只想做某一款的遊戲 另外有話跟我們來看 我們看到這個習近平 最近去了一個地方 曬寒霸這邊 那他看了半天說 這裡真的是做得很棒 我們知道習近平到每個地方 都有他的用意的 這一次的目的是 這個地方叫做霸上 在北京叫做霸上 叫做曬寒霸 曬寒霸是什麼地方 過去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 木蘭秋賢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康熙皇帝 他去打獵的地方 向他打獵的地方 那我告訴各位 那應該是很漂亮的地方 這個地方 那我曾經去過非常漂亮 那在我一九九二年去的時候 那個沙漠都已經到了什麼地方 已經到了北京城外了 那這裡距離北京大概是 差不多四百公里 我們是從昌平那個地方出去 然後到了霸上 因為我們開的是北京吉普 我們開的北京吉普 就到那個地方玩 這個地方是黃沙遍地 我是一九九二年去的 那以後從朱鎔基溫家寶他們 就是說不行這樣子 再那個這樣子 北京城都要廢了 所以他們就派大批的青年人 下鄉種樹等等那些 這樣子弄 那習近平現在他為什麼 他要去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畢竟搞了快要三十年 三十年經營有成 經營有成叫做什麼 共同富有 所謂共同富有就是說 我到這個地方 我來提倡我的理念 叫做第三次叫做共同富有 所謂共同富有 就是什麼意思 大陸上面講的 大陸上面講的 這句話的意思 你有多少錢 你給我說清楚 因為他們自由捐獻 是零點一六 就是說他們慈善捐獻 整個大陸才零點一六 不到一% 連零點二都不到 那像台灣至少還有零點八 像美國至少是1.6以上 就是說這些數字 都超過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他為什麼 跟馬雲講啊 跟那個誰講 跟那個馬化騰講啊 你要捐獻啊 你要捐獻 因為你的錢是黨給你的 是黨讓你賺錢 你要奉獻出來 不然的話 各位持續去看 中國大陸最近 那個仇富心態 是越來越強烈 尤其是 第一個是你要告訴大家 你有多少錢 把你的錢捐出來 對 然後這個叫做第三次 財富共同分配 那第一次就是土改 那第二次就在西伯坡的 那一場會議 就是打那個土豪啊 那些等等來了 那現在呢 習近平呢 他又除了這個以外 他還宣誓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要開始打自己的 枝江勳軍 慶怡那你 那你知道 你自己打自己啊 對 周江勇 現在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 那我那我對 那我稍微認識 對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他為什麼他要打那個周江勇 周江勇那是人頭 人頭呢 就是就是螞蟻集團 說他要集資 那他呢 做了人頭 以家族的名義 投入了五億人民幣 怪怪 哪有一個市委書記 可以搞到五億人民幣 一定是人頭 或許是馬雲給他的 是 對不對 那經過他的哥們的太太 好 那個胡律師的選舉 據名選舉以後 就查周江勇 周江勇 各位看那個畫面一下 周江勇呢 那我是2015年 周三撤退65週年 因為那我爸爸是從那個地方出來的 所以他們就邀請我們去那個地方 看一看 他那個時候正好是周三市的市長 他又長得又帥 那個頭髮 前面是這樣挑起來的 像個飛機頭 小的飛機頭 不是大 對對對 就是那樣子 然後他口才很好 那他是習近平一手提拔的 好 現在有人選舉他是五億 那個五億人民幣 那現在就在查他 現在查他呢 各位要知道未來 未來習近平想要繼續留任的話 對於他支江勳軍 他支江勳軍 他有福州幫的 他有廈門幫的 他有杭州幫的 他又有上海幫的 又有軍工幫的 好 這一些人 習近平現在慢慢是在清場 對 如果他還想連任 我大陸的朋友 直接了當告訴我 還想連任 他一定要找自己人開招 因為他前一波的貪腐 是找其他派系的 那現在他要連任 他一定要找自己派系 把他砍下去 大家才相信 你財富重新分配 是完真的 這本來試圖看好 志江勳軍這一派自己打下去 反正說我大公無私 一視同仁 所以我接下來要這個共同繁榮 錢要拿出來 大家要照做 好 我們新進王大馬上回頭來看 中國我們知道這個打房子 管房子刑也管了很久了 現在陰陽都要管 那真的是中國內部越管越多 之前不但這個活人的房子 要管要打 現在連死人的目的也要管 甚至很多的民間的習俗 現在突然來個全面禁止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敏鑊 中國他們說禁車 可是中國其實他們進入了共產黨 一個世代之後 過去很多的老文化都還在 我曾有一次去北京 看到嚇一跳 去北京人家都帶你去看民盛對不對 當地人帶我去看出病 那個出病真豪華 當天出病有錢人 各位你知道嗎 抬一個棺材 他們有分36人 48人 64人 棺材是結結結結綁上去 然後那個棺材進去的過程當中 我說不是我們看耶 滿街的人都在看 那為什麼呢 撒紙花 後面有人就在那邊表演 雜耍等等的都在走 走一走之後 他就說你注意看喔 他那個棺材這麼多人在台 上面放那一杯水連動都不會動 真厲害 我單單想說 單單那些教夫給的錢 要怎麼給啊 所以中國他們其實講說 進入共產黨時代 可是很多老文化很花錢 那我後面看到這個 真的快昏倒了 為什麼呢 最近喔 三西政府就在隔除所謂的封建 迷信漏襲喔 那過去我們台灣有孤零廚 孤零廚怎麼孤呢 他叫做一廚喔 怕 一間房子一台車子 電視冷氣電冰箱 然後等等的設備有五個家具 金銅玉女這個是基礎款的 結果中國大陸他們做 哎呦真豪華呢 紙人紙馬紙房紙車還有民幣 通通都有 怎麼會有人一次管理費收二十年的呢 原來他們都在很多地方跟你加明墓 例如說什麼呢 公墓的管理費啊 商葬的服務費用啊 甚至於很多呢 更誇張的是 如果你進到公墓之後 你進靈骨塔對不對 包紅包 你知道為什麼要包紅包你知道嗎 靈骨塔你如果放很高 是不是不好祭拜 放很低你要跪著祭拜 放中間比較好 然後他中間還跟你分喔 有佛堂的靠近前面的比較好 距離整個越遠的也就越貴 各位那些層層疊疊疊疊疊疊 一切是什麼呢 通通都是大那賽 通通都是錢 那現在3C他們就要進 進得了嗎 我們再來看下去 因為很多整個傳統習慣 他真的是不好進 但對整個最近習近平 習近平為什麼去封補習班 很簡單增強生育率 那為什麼要增加生育率呢 現在中國大陸之前是一胎化 開放二胎 現在又開放三胎 重點是沒人要生啊 那為什麼沒人要生呢 我們是跟各位說嗎 內捲的時代 十幾億人在那邊競爭 很難搞 結果現在呢 小孩還沒出生 背貸款 人死了還要背貸款 發生什麼事呢 人死了什麼背貸款 人死了 剛剛不是說買墓地嗎 要不要背貸款 你要幫你的爸爸媽媽 幫你的爺爺奶奶 他們北京有一句話 死後要進八寶山 我們台灣八寶是一種州 他們大陸八寶山 是最名貴的地方 那個天啊 我看到那個價格嚇死了 那個動輒台幣百萬以上 埋個墓地 那我們看到那個所謂的 先來說所謂的生育 生育現在就說獎育你生 你生第一個 然後就可以貸十萬 生第二個貸二十萬 生第三個貸三十萬 我看到利息我嚇一跳了 利息五%多 各位五%多 這個在台灣算高分的 整個所謂的貸款 但重點是現在中國 就是一個中國兩個世界為什麼呢 年輕人結婚不敢生 你知道有錢人他們在幹嘛嗎 幹嘛 代理育母 所以有錢人是什麼呢 我幹嘛自己生 人生不想自己生 我自己生 我的身材會變 我要在那邊背那個小孩 背九個月十個月 所以怎麼辦呢 進步一點 去國外什麼地方找一個媽媽 然後呢 在整個廣西廣東 貴州很多地方 就有那種所謂的帶女育母 整棟樓都是 所以中國大陸很多事情 是很奇怪的 再回頭去談論到 很多人為什麼會 因此而背上貸款呢 其實墓地也是 現在他們有時候 就會跟你安罪名 你知道嗎 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你沒有給你的父母親後葬 你就是不孝 可是你後葬要錢 而且正常來說 社會主義國家 不是說應該要有 好的一個分配嗎 結果他們不是 然後貸款沒錢 怎麼辦呢 買墓地 貸款 買零固塔 貸款 中間的過程 通通來貸款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那種零固塔 木地 很多地方 還跟你推出了什麼 員工分期貸 爸爸媽媽死掉都再難過了 後面呢 還要為了這件事情 背個五年八年的一個貸款 我們只能說 中國大陸 他們的一個貸款 層層疊疊 但是他們的社會結構 有錢人過得非常開心 但是對於沒錢的人來說 他們的孜孜細節 令人非常難過 活著要背車貸房貸 這個信用卡貸款 死了還要被自己這個目的貸 這個真的是奇景 那另一方面來看 中國這個 不只這個很多事情在管 現在 在中國其實要生活 活著大不容易 沒想像死也 沒有辦法死得那麼輕鬆 現在很多的殯葬亂象 袁大哥有多亂 對 現在在 說實在 現在在中國大陸 活著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競爭太積極了 十四億人口要找個工作 現在死了都無葬身之地 對 你可以看看 北平 昌平天壽零元 這是非常高級的 0.4平方米的一個目的 較價十一點八百 八八萬是起價 起跳 差不多 臺幣多少錢 四幾萬 對 四五十萬 你想看多少 不像五十公分乘五十公分 他規定一個人 就是五十公分乘五十公分 兩個人這樣是八十公分 真的是八十公分 因為現在死的老人家 越來越多了 墓地越來越少 你一定要燒成灰再放進去 這個是很可怕的 現在最可怕的就是什麼 所有的民眾不滿 為什麼 我從屍體進去 就要開始收錢 你要知道 我在醫院死掉以後 開始了 堵著醫院 馬上要搶生意 這跟台灣以前像不像 殯儀館像不像 一樣打電話 沒有 微信 直接告訴你誰死了 你來想 低價強標 家屬應該很生氣吧 沒錯 他說幾千塊就解決了 結果進去以後開始 收黃包行歸 有五大白包 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2015年五大白包 五大白包 我清華大學的教授過世 我親自過去 我親眼看到 各位你就要知道 十幾塊的一個 卡尾飯 利潤有多少 你知道嗎 兩千趴 兩千趴 你知道嗎 十幾塊的卡尾飯 你知道嗎 我們說台灣叫腳尾飯 可以收兩百塊 十塊可以收兩百塊 利潤好到不得了 他們有五大包 一個規定要兩百就對了 從醫院到那邊 要不要費用 再來 台屍體要不要費用 也要 這個當初跟你說 低價現在都跑出來了 台屍體兩千 再來火化費要不要 我們台灣不用 他們要 跟我們以前亂象 二十三十年前 一模一樣 再來取灰 燒成骨灰 取灰費 要不要 又要兩千多塊 再來火帶費 又要 你要浸泡要一個泡 一個泡就兩三千塊 給你賣二三十萬 最後一條路 還要被包的 八十多層 裡面還有農部跟你說 你爸爸媽媽 你爺爺奶奶 躺在那邊不會浪 還有這種事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目的炒作到一定的程度以後 民怨就出來了 所以習大大是從上打到下 所以連這種 這個就應該要好好管 這個一定要好管 因為這是民怨之死 這最可怕的 這個目的還可以轉手賣 你目的骨灰牽走了 路塔了對不對 我這個目的還可以怎麼樣 放五倍再賣給你 繼續用 放五倍喔 對 最高層金一個目的 零點五 可以零點五公 賣到三十萬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目的最好 比我們的金寶山 還要好的意思 所以廣州 有一個今年最大 十大貪污第一名 是誰呢 我告訴各位 是一個叫做廣州花都區的一個 原殯儀館的館長 叫黃燕玲受惠一案 黃燕玲自己在法庭上講 語出驚人講 我算什麼 他說幾乎每個工種 都怎麼樣 都有利多 每一個人 從幾百塊到幾十萬塊 如果沒有吃回購 我投給你 我不相信全國沒有人這樣做 他講完多少人想要他的頭 怎麼把他都講出來了 兩會期間 就有一個政協獎了 列出了一費商賬清當 一個成本幾十塊的骨灰毯 可以賣到三四千塊 甚至十幾萬塊 他說這個民怨之開始 習大大說查 全國開始查 從最富有的廣州 到官方最多的北京 一直到內地的所有的城市 全部查 所以這個肉洗 其實台灣也經過 慢慢的你看 我媽媽在五年前過世 我們在台北市 花不到十幾萬 就可以入塔 而且抽號的 你不用什麼上面 中間下面 對 非常節省 他們已經不一樣了 爆發富太多 民怨太多 在中國很多人 是買不起 活不了 然後死不起 也是另外一個 死都無葬身之地 死都無葬身之地 是多少居民的痛 這個中國倒是要真的好好來管 這個對於民怨 應該會有一些平息的力量